沒有啦 幕僚長 不是負責決策的啦 那就是 最熟悉他的裡裡外外嘛 管家 因為接下來一定會有一些格員 這要有一個管理的流程 秘書長的意思 對 總統府秘書長的意思 所以通常第一個任命的就是他啦 因為他要 接下來對 因為他那個 有些格員是要面試的 那要有紀錄 他負責安排interview 對對對 或者流程的管理 那要 幫川普盯某些事啊等等 所以川普就比較不會有一些不可預測的言行 他會負責把關 我認為他不管 他不是管他坐機上面誰坐在他隔壁跟他聊天 這他都要管嗎 我不認為 你不認為他權力有這麼大 不是 那個上一次的事你也沒有這種人啊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這個人啊 不是 我是說沒有 可以管川普講話的人 所以只能做一些聯繫性的工作 對啦可是權力很大啦 因為他就是gatekeeper嘛 守門員 誰能夠見到川普 對啊就他負責 過濾篩 所以權力很大 所以賴清德如果想打電話給川普也得過他這一關 呃 因為 我跟你講啦事實上上上次 川普打電話給蔡英文是12月2號 所以距離當選其實已經快一個月了 所以現在運作是沒有意義的啦 基本上上次蔡英文是透過智庫啦 就是 當然會有長期 跟民進黨比較熟的 共和黨的幕僚嘛 那個人也來過台灣啦 所以你知道是誰 有人就猜是他啦 可是 後來他否認 那這條線會是現在的這個賴清德政府 通民主黨的 共和黨的線嗎 上次那個人已經 離開這個圈子 我認為 不太容易啦 因為你要知道那個 蔡英文是2016 520上任嘛 他6月就過境外交了 那個時候總統還是歐巴馬 然後川普11月當選 12月2號就打電話給蔡英文 表示蔡英文是過關的 實際上他那個就職眼說 大陸還給他補考機會 那美國是非常讚賞 這跟賴清德差太遠了吧 賴清德今年520 就兩國互不隸屬 然後拜登過境外交也不給去 所以我認為不太可能 那川普過境外交會給去嗎 不會 也不會給 更嚴 所以 賴清德未來4年可能都沒辦法在美國弄過境外交 除非川普跟中國鬧翻 那就拿這個來 交易一下 當籌碼 除非是這樣 不過這個第一時間包括了習近平 包括了日本韓國領導人 通通都跟這個川普通過一輪電話 這一定的啦 這不意外 這不意外 心裡如意大家都做到了 習近平這個電話算 蠻早的 是 以前 而且他寫了中規中取啦 也沒有任何其他 而只是表達說 我們可以合作啊 對不對 他可以共創 更好的世界的局面啊 之類的啦 所以就是一個心裡如意的外交的禮儀而已 那普丁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一開始好像這一個 克里姆林公說我們沒有要 祝賀他勝選 結果後來 就還是很正式的祝賀他勝選 而且還把他 大大的稱讚一番 熟人不用太講究了 就不用有這些官室的禮貌是不是 普丁選舉的時候還說 他支持賀喜利啊 對耶 對啊 現在可能不好意思第一時間 我覺得就是 不要賀川普 就是熟人啊 就是好朋友 講賀喜利也是要害賀喜利啊 他非常了解 他兩個人 從川普辦選美就認識了吧 所以交情非常的深厚 深遠 長遠 搞不好手上還有川普那個時候的資料 不過現在普丁因為跟這個中國 俄羅斯跟中國到底走得這麼近 對川普來講你的好朋友的順位是不是有移動 你現在跟 中國的關係那麼密切 你知道我跟中國的 關係是有點緊張 所以他要把他拉開 所以 你說 川普會把普丁從中國身邊拉開 當然是啊 可是這個 就牽涉到你一定要 解除俄羅斯一定程度的制裁 因為這個都美國主導的 目前的項目大概 超過兩萬兩千項 連俄國的貓咪都被抵制 柴可夫斯基 也被抵制 所以 我認為接下來就是 我們簡單講叫做俄烏戰爭的一個deal 那目前的條件 還不完全明朗 因為 他沒有上任 不好使力 你現在也無從斡旋啊 拜登不配合你你怎樣 沒有辦法弄 所以我覺得 就俄羅斯看打到年底能打多少吧 而且 冬天快來了 所以我認為11月底之後 這個戰爭基本上就 停滯 就停滯了 對 大家都沒辦法在這麼冷的天氣出門打仗 沒有必要付這個成本啦 對啊 那 明年1月20號 估計之前 可能會有人去穿梭啦 可是難度還是很高啦 因為烏克蘭 沒有安全擔保 誰敢談啊 所以你川普要給人家 安全擔保嗎 不然烏克蘭簽了 我怎麼知道俄羅斯不會再打 要信得過普丁啊 不可能啊 不可能有這種事 普丁要賣面子給川普啊 沒有用啊 要白紙黑字 這個沒有白紙黑字 誰去談都會被暗殺啊 就是這樣 不過這個未來喔 這個川普普丁跟習近平這三個人的關係啊 應該會是大家這個 認真去觀察的重點 因為普丁在這第一時間 他當然在選舉期間這個不知道是按住川普還是怎麼樣 說他挺了賀錦麗 那這個 川普贏了 現在呢 開始 也沒有那麼的急切 但是也祝了他 祝賀他 稱讚他 是真男人表現出交情 不過他同時也跟習近平 表達很多友善的訊息 就跟習近平說這個台灣問題 這個看來他是保證百分之百站在習近平這一邊 而且還把這個 台灣 目前在台海的一些狀況跟烏克蘭 的狀況做一些類比 然後呢說這個台灣似乎要在 亞洲也搞一個 俄乌戰爭 烏克蘭式 的這一個 狀況 那個是像中國示好 對 像中國示好 所以 他在跟普丁 普丁在跟川普重修就好的時候 也在跟習近平示好 你說哪一部分很難 跟川普 你說這個部分他們真的 因為我跟你講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就歐洲的理解 就是侵略 而且是破壞 二戰的疆域 那你如果 沒有完全結束 你只是一個停火協定 不表示完全結束啊 因為歐洲 不太可能承認 那也不太可能放棄 要求你撤軍的主張 所以這個疙瘩就永遠在那裡 所以不可能恢復正常交往 這是對歐洲啊 對川普來講 也是嗎 因為你是北約啊 川普對北約也沒什麼好感 不可能退出啦 所以 我認為 回不去了 就是 俄羅斯也很清楚啦 所以為什麼 要來亞洲嘛 他回不去西方了 回不去了 所以 未來 看到的還是普丁跟 這個習近平 走得比較近 還是中俄 比較密切 關係的聯繫 還是這樣子的一個 地緣政治的 局勢 不過因為 美國跟歐洲不可能完全恢復 就是你其實 你即使取消部分的制裁啦 比如說Swift Swift取消嘛 投資呢 那誰敢去 我問你誰敢去嘛 美國企業已經全部退出了 你現在誰敢去啊 你去一定被罵死 所以就是這種氛圍嘛 就是 一個侵略 得逞的國家 你怎麼可以跟他正常往來 那這個對 北約 所界定的世界秩序 他不能容忍 因為你如果容忍了那其他地方怎麼辦 人家可以比照啊 就說你對俄羅斯就這樣 你對俄羅斯就可以恢復正常 那其他怎麼不可以 所以我認為沒有辦法 只要這個問題 無解 就是 這個就好比以色列 六日戰爭之後就 中東帝軍那就不退了嘛 所以以色列跟穆斯林國家就 沒有辦法正常交往 這邏輯是一樣的 以色列再怎麼表達善意都沒有用啊 因為根本問題 你沒有撤軍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認為無解啦 所以即便川普當選 中俄背靠背的關係不會受到 這個挑戰 我覺得只有 程度上 比如說美國大概也會去拉 金正恩嘛 對 我認為如果跟 普京做的接觸 接下來應該也會跟金正恩接觸啦 那金正恩的矛盾就更小了 就是我已經有核武了嘛 你要不要承認 那承認之後 就幫我解除部分的經濟制裁 我覺得金正恩的那個 要求反而比俄羅斯 要容易處理 簡單多了 對 因為他核武就是事實嘛 那你怎麼可能叫人家 不可逆的 全面摧毀 就做不到啦 很多事情已經發生了就是不可逆了 而且已經發生很久了 又不是一兩年 所以我認為北韓反而比較容易處理 那只是說 川普認為有沒有價值 所以你看那個 尹錫月現在也怕了要死 尹錫月不是出來道歉 為那個金正恩西 出來道歉 因為他知道未來 他要那個 聯美治潮 治惡 這個局恐怕不好玩了 怎麼美日韓高峰會 不會再出現 都變歷史文件了 我認為沒有用 因為川普不玩多邊的嘛 而且他也不喜歡玩冷戰 他覺得沒有意義啦 其實你從這個角度看 他是跳出 兩黨的思維啦 完全適用生意人的角度 就是就解決問題嘛 搞那麼多意識形態幹嘛 他就是這種態度 這種態度其實 有助於解決蠻多矛盾 而且一些矛盾都是 意識形態造成的 對 所以之前美國大力鼓吹的這個 民主價值同盟對抗邪惡軸心 的這種對抗的這個局勢 這個都是民主黨的語言 對我說都過去了 那一定沒有啦 民主黨是一定沒有 重點是共和黨的冷戰 思維 會不會綁住他 那跟這一套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 也不太一樣 是地緣政治 所以 之後呢這個川普會直接跟金正恩對話完全就不會 理 南韓 韓國 我覺得川普完全是 經濟利益至上 美元至上 那共和黨是冷戰論述 強調的是地緣政治利益 那民主黨就 最虛偽的 什麼自由民主人權 價值 對 大概就這樣 所以川普的入職其實跟 共和黨也不完全一樣 可是 他們會覺得 民主黨那個更噁心啊 太假了 地緣政治還是真的啊 可是你可以看到 川普對地緣政治 不是那麼敏感 比如說他 第一任的時候 他本來要從韓國撤軍 對不對 這個 這個 只要是共和黨的人不可能有這種思維啦 可是川普就有 可是他對地緣政治並不敏感 可是他這是第二次當總統 跟他第一次當總統 他是不好學 因為沒有那個sense 比如說他就覺得 台灣問題 你給我扯第一島鏈 他就覺得沒有意義 他不認為有這種東西啦 什麼叫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就是冷戰的概念 對 那美國就要 投入大量的資源 來鞏固這個多邊的聯法罵 圍堵嘛 這個就是地緣政治的概念 我也不認為川普會重視這個 可是他未來用的這個團隊裡頭 可能大家 這樣子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共和黨的deep state嘛 對 還是要推這個嘛 是 可是 這個就要看川普 管到多少啦 比如說他對quad 可能會沒有興趣 那quad就跟第一島鏈有關嘛 而且還給你拉到印度洋 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他沒有興趣啦 他搞不好連AUKUS都沒有興趣 他只對錢有興趣 對 真的是這樣 而且 他那個錢就是 因為他就是這樣當選 就是 美國的中下階層 要過好日子嘛 所以要幫美國爭取更多就業 投資 那美元的 地位要鞏固 都是這一類的 要讓人民過好日子 而且他有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他的信念啦 就是戰爭 不但不能解決問題 而且會把這問題弄得更糟 我認為這個是他 很特殊的信念 那政治人物 大概歷史上只有卡特 卡特是因為價值嘛 那他就是 站在實用的角度 他認為戰爭是一個 壞方法 就這樣 有其他更好 不傷一兵一族的方式就可以解決問題 他不認為戰爭能解決問題 因為他去看 美國介入伊拉克阿富汗 結果呢 他都經歷過 在他的時代 他都看過 結果你撤軍啊 那我們再往前面看 韓戰呢 越戰呢 太多了啦 就美國對外的戰爭 很 很少得到好處啦 就這樣啦 有真正的 如果我沒有在那兒